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灵魂放下你 你就能活下去 男子温 怎样才能让一个少女 放弃生命 把灵魂放下你 此生说 只要你得到她的心 让她爱上你 男子温 怎样才能得到她的心 此生微微一笑说 很简单 用你的心 去换她的心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需要帮助吗 未经过bery 突然在 perspective 被关 Whatever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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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剩下的时间 应该只有三个月了吧 忍受了一千多年的寂寞 我觉得生命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眷恋了 瑞格斯 我已经发现了您的灵柱 您应该拿回灵柱 这本来就是您的东西 是他们欠你的 请不吝点赞 这事太严厉了 我手挪回乡 居然连个拎包的人都没有 站住 小诺 摊上大事了 怎么 得罪了老大 还想跑啊 什么啊 两位大哥 我这小女子要钱没钱 要色没色的 你老大那叫蠢蠢一烂 我跟你认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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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废话 跟我们走 走 走 别 救命了 别弄动 别弄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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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医生 怎么是你啊 你干嘛吓我 还玩呢 快把面具摘了你 憋死我了 大头 你回来了 对啊 闻着你的味儿回来的 小罗 这苏主意是他说的 他说非要抱你小时候 把他下尿裤子的一见之仇 金生 眼都不眨就把我给卖了 谁也真是 你那可真够哥们的呀 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很有诚意来接你的 周老板为了接你啊 把他的敞篷车都给开来了 敞篷车 在哪儿啊 走 就那个啊 多环保啊 走走走 走啦 我们海岛三剑客又进去了 什么三剑客 应该是海岛F3 我们先去医院看一下爷爷 小罗 你先去医院 我帮你把行李拿回家 好 好 好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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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回来了 我告诉你 我的颜值 在海岛上绝对是第一名 第一名 所以 一旦有女人跟我接近 就会引起岛上其他女人的围攻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最好跟我保持距离 否则 你要遭到别的女人的围攻 那后果就很严重咯 是吗 好 那当然 好 女春枪盖超声医疹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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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amous 虽然 像医生 周应生 江医生他是你什么人啊 不是啊 他 是我发小 刚从外地回来 看起来我比较激动而已嘛 不是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不好 想不到你这小子 小时候明明就是一只 发育迟缓的豆芽菜 现在倒长成一副 荷尔蒙过剩的样子 喂 是时候该把你的狼爪子 拿开了吧 我还得多抱你一会儿 因为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我怕你撑不住 您能有什么战警事 那你站好了 有一件事 我一直瞒着你 你爷爷其实得的是胃癌 已经到了晚期 而且扩散到了肺部 什么 爷爷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 怕影响你的工作 现在你回来了也瞒不住 不是啊 爷爷不是普通的胃病住院吗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种事情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不过爷爷很乐观 把生死看得很淡 还跟我说 人终有一死 不要为了迟早会到来的离别 而感到伤心 小龙 你如果难过你就哭出来 不过一会儿见到爷爷 你一定要忍住啊 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就当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开开心心陪爷爷 走完最后一程 好不好 爷爷 好 爷 赶快 rzy吧 金架 失败了 哎呀 哎呀 说曹操曹操到 这就是我孙女 真人比照片还漂亮吧 一下船 马上到医院来看我 孝顺哦 确实漂亮漂亮 爹爹 我都要被您夸出花了 您也不怕别人笑话 谁敢笑话 他们羡慕都还来不及呢 爷爷这有生之年啊 也不求别的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您能有个好归宿 可是 我这把老骨头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 嗯 我这把老骨头 爷爷 其实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是您的孙女婿 我们已经私订终身了 我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对对对 有这事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不行 江医生 你不是没有女朋友的吗 又是 小罗 怎么一回事啊 嗯 好了好了 我不跟爷爷开玩笑了 其实 我男朋友在城里上班 我会打电话给他 让他来看您 真的 嗯 那 事业重要 先让他忙 我可以等他 不急 越快越好 不急 越快越好 好 对 太厉害了 这是 听到 小龙 小龙 你等等我 等等我 没啊 我走到半路突然想起个事 我有一个朋友 跟你特别合适 相亲 我不是 鲸鱼系美男 言之跟你特别配 智商报表 正好跟你互补 我已经跟他联系好了 一会儿人家就过来 等一下 你再敢提一次相亲的事 我就把你终身浪黑 还不快消失 反正我已经联系好了 你等着 我再来 鲸魚戲美男 鲸魚戲美男 江一盛這麼快就把人弄出來了 你幹什麼呀 辦鲸魚戲美男還是玩操作遊戲嗎 還有啊 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我该怎么报答你 洗瓶水而已不用客气 家伙就急嘛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你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了 喝水只是你的借口吧 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接近我 告诉你 正凭你使出十八般撩妹剂 我都做坏不乱 我根本不会对你有半毛钱兴趣的 我只是想喝水而已 别狡辩了 这么低的泡妞伎俩早就过时了 谢谢 回去 回去 回去告诉江医生 两太子很大幸福 小卢 safety 练布 小卢 爷爷 今天小罗的心情不美丽 同学们欺负我 把我的作业藏在花盆里 谁敢欺负我们家小伙 爷爷去揍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点清楚 我好多天都没吃饭 不要 现在骗子这么多 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 也许是真的呢 给 谢谢 谢谢 老板 鱿鱼来一串 加大 好嘞 这就是杜小林当年住的宅子 灵珠应该就藏在这里 你要设法留在这堵宅子里 即便暂时找不到灵珠 因为十五一到 你也可以感应到灵珠的正确位置 几瓶水而已 不用客气 加快就急嘛 现在骗子这么多 谁知道他也真的假的呀 也许是真的呢 又是你 你住这里 我不跟你相亲 你就要办完衣裳宫是不是 就你这点小实力 还想这本姑娘 今天晚上 我要住这 你休想 我在这里不认识别的人 我跟你也不熟啊 至少比别人熟 现在骗子那么多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也许是真的呢 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我同意你了吗 难道 你是监医生的病人啊 我对你了 我对我 我对你了 我对我对你了 我对你了 我对你了 江医生 你什么人啊 弄个变态来 还不接电话 你姓杜吗 不是 你为什么不姓杜 我爷爷姓沈 我爸爸姓沈 你觉得我姓什么呀 你才姓杜的 你全家都姓杜 这间宅子 是你们家祖传的吗 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买的 不对 你问我那么多干什么 我干吗告诉你啊 我对你没兴趣了 很好 今天晚上我住着 我都跟你说了 我对你没兴趣 你别住着 我是在二楼 姓杜的街上的人 怎么这么变态啊 喂喂 你别走 别走 你这怎么这么厚脸皮啊 姓杜说要来个朋友 也没说让你住着 你听没有 听到没有 喂 喂喂 好吧 你住这间 我看在姜一生的面子上 就留你注意吧 但是 我警告你啊 可别有什么非分之想 姑娘我可是在道上混过的 你要是敢惹我 我保证你死的很有节奏 我先去 我还要宽药 我先去 走起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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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紙片胎还不快走 就看你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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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天堂 没人啊 爷爷 我来看你了 还给你带了鲤豆糕吃 这是我的名片 腾龙国际文化公司总经理 我去大头 你这个名头够唬人的呀 大头 不错吗 官厅大的 不就是个捣腾馆的吗 你懂什么 这叫包装 什么都不懂 有事情随时打给我 真棒 国际文化公司总经理 大老板 小龙 要不要考虑一下 考虑你的头 大头 你跟江医生都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大头 我告诉你 下辈子投胎 你得长成他喜欢的样子 然后死都不喜欢他 你就气死他 不管小罗长成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大头 好了 下棋啊 对对对 谁赢谁输啊 我看看 爷爷 赶紧走 干嘛 对了 昨天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人 是不是你的病人 那个爱喝水的变态 你不是说你不见吗 我就没让人过来啊 什么 没有来 那昨天晚上那个住在我家的人是谁啊 他口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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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昨晚没有出什么事情 一大早那个变态就已经走了 也许没走呢 说不定啊 他这会儿还是在你家呢 说不定你现在回去啊 你家都已经被搬空了 谁让你昨天不接电话的 谁知道你智商那么令人着急啊 小罗 你也太大意了 什么陌生人都敢往家里领 一旦遇上什么逃犯 先劫财 再劫色 那怎么办 快点 干嘛 防身啊 说 你在这儿想干嘛 说 你有什么企图啊 什么玩意儿这么小啊 这院子都整理过了 是你打扫的吧 午饭准备好了 这么多好吃的呀 医生 好好吃啊 我以前吃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些才是真正的美食 赶紧吃赶紧 菜不会有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啊 这么好吃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别一惊一乍的啊 赶紧吃赶紧吃 坐下来吃 不过话说回来 能坐这么一桌子美食的人 肯定不是什么坏人 对吧 你既然不认识江医生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没有说我认识江医生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不好好在家待着 怕我们小罗家住什么呀 我没有家 那你的父母亲人呢 都去世了 朋友呢 我没有朋友 这位兄弟 你脸上就写了一个字 惨 原来你那么可怜啊 我还以为你是 骗财骗色的变态呢 这什么味道啊 你 你 没戏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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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你的电视 我的天使 你 你这个来了不明的变态 你对我家到底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你都看到了 你 真臭念你 你很有理了 被你这么一说 你做的菜好吃是好吃 怎么回味起来 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你不会真的下了毒吧 我早跟你说了让你别吃了 说 这饭菜里下了什么 我只是用了井水 井水 哪来的井啊 那边有一口白色的井 那边是厕所 难道是臭水吗 臭水马桶 去 去 看你第一眼我就知道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假装帮我们整理房间 帮我们煮饭 心机可真够重的 我告诉你啊 趁我们没有发飙之前 赶紧滚 你算我别的回来了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我吐一会儿先 你看什么看啊 你砸了我的电视机 然后还让我们吃马桶水做的饭 还差点让我们煤气中毒 我只认识你 我也才认识你 那你的父母亲人呢 都去世了 朋友呢 我没有朋友 我没有朋友 我们要事先约法三章啊 你想住我家可是不能白住的 你也正好生病了 家里正好缺个帮手 再说你还打烂了我的电视机 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小公了 你要认我制裁 也是认我奴役 认我使官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无拘了 你 无拘了 你这个人长得倒是不丑 但审美的品位 怎么就这么令人堪忧呢 你说你成天穿成这样到处跑 不让人怀疑你的智商都很难 现在呢 你既然要当我的小公 我就得给你换换造型 免得你出去丢我的人 换什么造型 换个我顺眼的造型啊 像你这种一百年前 就已经过时的造型 也就你这种奇葩会穿出来 你没有权利对我的私事指手画脚 除了换造型以外 你这个发型也要换一换 我去来 门口有人找你 怎么办啊 头发剪掉了 现在一边长一边短 比刚才更丑了 要不我醒醒好 帮你剪利索了吧 我看我看你吗 是你还没想到这种小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肚子饿了 谁要那么多废话啊 赶紧干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既不是海岛人 身上又没有半毛钱 还打扮得这么奇怪 你到底来干什么呢 我来找一个人 那个是你 欠我一样东西 那个人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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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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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又是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们这些奸商啊 趁早死心 那个宝贝是我家总传的 多少钱我都不卖 不卖 不卖 不是 王叔 您误会了 我们这次来不是跟您谈买卖的 是这样 这位呢是我的堂弟 他们家也有一个 跟您一样的银盒子 没有啊 别说话 都是因为你做生意失败 跟人欠了一屁股债 但那银盒子拿出去抵挡 您看看 我大伯一生气给孩子打成这样 你爹的下手可真狠哪 这还不算 这老爷子一生气 脑一起住院了 现在还在抢救呢 王叔 我爸现在还在医院了 你可不能这样一次不救我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大善人 您要是能把这个银盒子给我们 也许我大伯他 他心里还有救 您啊 您就发发慈悲 俗话说 救人一命受到契机浮沓 求求您了 求您了 求您了 好 好 好 您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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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起来吧 您先起来吧 都哥 我诸恙真佩服你 我来好几次都没搞定 你这一来就搞定了 以后做事情 多动动脑子 那好吧 那我可不客气收下了啊 对了 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弄这玩意儿 你去大城市弄就行了 来这小早上干吗呀 该你问的问 不该你知道的就别问 懂吗 这银盒子继续帮我收 有多少我要多少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大头 不是 瞧我这张嘴 头哥 我从小那么欺负你 你不计前嫌 现在还这么帮我 你真是我大恩人 小时候的事儿 我早忘了 头哥 您真是干大事儿的人呐 並不过 我 不过 可乐 我 我 适合 要想把这儿 洗衣服干嘛不用洗衣机啊 基本上说要手洗 还没干 我知道 还没干 可要便宠 总区 ایں 不是 因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听得见 那你还抓听不见的样子 为什么不答应我 想问什么 问吧